那一位是我們的班長 很奇怪 什麼一號表情 二號表情 上課也要談什麼表情 自然就好 現在台灣已經快過了 大概今天上午11點 就會離開 中心 中心就會進入台灣海峽 然後到今天的 差不多晚上 就脫離暴風圈 這是頭一次 四年多來頭一次 我們碰到台風 很奇怪 平常我們都碰不到 所以這個台風我是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昨天晚上 一直到兩三點鐘 我都沒有睡 我為什麼沒有睡呢 我在觀察這個台風 怎麼會 像整個台灣 過來 那我發現 連續三年的 八月七號 都有這種 類似這種颱風 去年的八七 差不多 八七的這個颱風 台灣都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但是我仔細看了一下我們這個周圍 好像只有幾個帳篷被吹翻了 其他問題不大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民政府要繼續上課 不休息 坦白講我們是在趕進度 因為 2006年10月24號 台灣民政府控告美利堅合眾國 那時候告美國的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說 台灣人莫名其妙 在戰爭之後被中華民國改變國籍 如果你改變這個國籍是一個國際都承認的國籍 那還好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人的國籍被變成美國國籍 我看台灣人都會點點 那問題是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全世界沒有人承認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那個空是一個空的東西 所以你當拿那個護照到國外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你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通通要另外一對去排隊 因為沒有人承認 我記得以前 以前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到日本或者到美國 他上面都要再貼一張紙 在護照上面要戴一張紙 要戴那個紙 要戴那個紙也是躲在那個紙上面 沒有要把你躲在那個護照裡面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以前亂說 以前都不知道 但後來我們研究戰爭法以後 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人家根本就不承認你是國家 所以我們本來是有一個國家的人 有國籍的人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我問你 大日本帝國現在還在不在 你怎麼知道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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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天眾英才 很多人 很久才知道大日本帝國還在 沒有錯 只要天皇還是存在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你看 現在的日本 跟大日本帝國 是不是可以畫等號 不可以 所以你不要上課聽我講 秘書長講說我們是日本國籍 很高興回去馬上向日本申請護照 他笑耶 現在的日本 因為憲法被他更改了 第四條跟第九條 麥克拉社一天裡面把它改過來 改了憲法 這個國家 他就變成是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現在的日本我們稱呼為 新日本政府 天皇把新日本政府的人民稱作 國民 國民 可是稱我們台灣人稱為臣民 大臣的臣 臣民 所以連戰好伯春在罵柯文哲說 你的父親是皇民 他是罵對了 我們本來就是皇民 皇民沒有什麼不好啊 就像說如果你的主人是英國女皇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這是你生下來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我問你 你可以改變你的父母嗎 我這陣子我就不來 我這個父親啊 沒有叫做王永慶 我說我不要 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本土台灣人 在這一塊土地被中華民國控制69年的今天 其實我們發現是在控制的60年以後發現 因為我們在2006年控告 今天是2015年已經又經過9年了 所以你看走這個法律程序啊 那個時間真的很久 可是這個法律這麼久 有沒有效 戰爭法沒有時效的問題 漸漸換 沒有時間的問題 不會說我時間過很久 現在沒做什麼 跟他情形我們這一刻 我們控告了美利堅合眾國跟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提出一個理由 他說 1946年1月12號我們更改台灣人的國籍的時候啊 台灣人沒有抗議 那到今天 六十幾年了 這個已經是生效了 這種的答案 是零分了 並不是台灣人沒有抗議 而是他用高壓的手段 例如有228 例如有白色恐怖 你台灣人根本就不敢講話 你給他回想一下你的家裡 當你還小孩子的時候告訴你什麼 小孩如果不能插政典 為什麼 那就是白色恐怖跟228 讓你怕 你不敢去插政典 所以台灣人很多精英啊 所謂精英就比較厲害 都是白目跟你說 你要去唸醫生 去做醫生 做醫生跟人世俗無差 但是你看看 現在在發台東的 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醫生 因為醫生這些人 雖然 口口疼 但是到後面發現 台灣的地位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起來反抗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發現台灣人的國籍 不是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起來反抗 我們起來研究 所以控告美國的時候 剛開始在告美國 2006年10月20日 告美國的時候 美國剛開始他不理你 他認為說 你在小玩小鬧 不理你 可是等到 訴訟裡面 來回幾次以後 美國國務院 美國的白宮 就緊張了 因為他發現 我們是完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 到了以後的六個月 我記得很清楚 美國白宮 國安局 從美國直接打電話到我家 打電話到我家 我家裡的電話不公開 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留日的 剛開始在講日文 那我說奇怪 怎麼會有人跟我講日文 講了半天他跟我講 他是代表美國白宮 跟國安局 他知道說 美國知道說 我控告美國 他問我說 為什麼 我說 根據我所研究的 國際戰爭法 可是突然之間 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說等一下 等一下 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 你要先跟我說 你到底什麼人啊 我不是說 你跟我說你是國安局 我就認為你是國安局 我說你先證明你是誰 他很有經驗 他跟我講四個人 他說我跟你講四個名字 你去查 查這四個人 一概小巷 古寬敏 陳唐山 陳仲摩 黃昆虎 他說你去問這四個人 他們認不認識我 那剛好這四個人 我只有認識兩個 我認識 顧寬敏 還有一個就是黃昆虎 不過我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啊 我又跟他講 我再等一等 我的律師跟我講 我不能跟你直接講話 如果我要跟你直接講話 我必須要有律師在場 我還能夠講 這美國法律規定 我如果跟你說話 如果法院知道 那這個case會被cancel掉 我這個 毫不容易欠很多錢 去美國 去cancel很可惜 不然去找那兩個人 一個叫做國寬敏 一個叫做 黃昆虎 黃昆虎 那當時是李友會的 那個會長 我跟古寬敏見面的時候啊 古寬敏也很聰明喔 美國 新加坡 古寬敏當年 在美國的機場 在LA機場 飛回台灣的時候 阿彌塔吉 就是國務卿的助理 副國務卿啊 跟古寬敏在 機場的貴賓室講話 美國告訴我講話的內容 所以我跟古寬敏講 那個講話的內容 當然這講話的內容 以後才說 因為我奉命不能講 那我講了以後 古寬敏他就相信啊 嗯 你確實是 有跟美國這個 國安單位聯絡 另外一位 那時候李登輝之友會的 會長 黃昆虎 我住在家裡 啊我特別 跑去找他 他也說有有這個啦 所以羅北亞這四個人啊 我們在國賓飯店 一起吃飯 吃飯的時候 然後 成長不一定是 要做過的 示範他的 那個副議長 他跟我說 你搞美國的資料 可不可以給我看 我當然可以啊 我就給我看 看一看他 我支持 因為你怎麼會研究出來 其實我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我要講一個良心話 不是我自己說 很愛台灣去研究的 我是那個時候 我在日本 唸書的時候 我為了拿 博士學位 我就選一個比較簡單的 啊比較簡單的是什麼 戰爭法最簡單 因為戰爭法沒有人研究 唸戰爭法的人沒頭路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頭健全法 我問你有什麼頭路 什麼人會跟你請 所以戰爭法是沒頭路的 啊這沒頭路的 啊還有教授比較少 比較容易得到博士學位 我去研究 啊我千萬我都沒有想到說 對台灣會有幫忙 所以我念完我回來呢 我就忘記 我只有掛一個博士 很高興 欸 後來我去中國 我相信我的故事 你們有很多人都知道 從中國頭路回來的金門 啊你一定會 矯見 他說要念一聲 你讀戰爭法 你只要出來替國家服務 我說 我讀這個 跟國家無關的了 他說沒有沒有 你將戰爭法把它放在台灣的地位置看看 我那時候黃焦東跟丹雍吉啊 陳隆志跟黃昭棠 他們研究得很好 都寫了很多書啊 我都念過啊 你看我念的戰爭法之前 我念那個書的時候 我認為台灣應該獨立 台灣一定要獨立 那個時候的理由 我都相信他們所講啊 例如陳隆志一說 台灣經過 選舉 自然演變為 民主國家 這幾個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也不對啊 但以前我不知道啊 我想有力有力啊 自然演變 世界上沒有自然演變這件事情 一定要有法理啦 原來你的原本是什麼東西 你會 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還是不是國家變成國家 台灣人犯的毛病就是 第一個沒有嘗試 第二個不懂的戰爭法 第三個都是感情用事 台灣人很熱情 台灣人是平埔族的 後代 說一下平埔族的 我這兩天 我在看那個課綱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想 台灣人是從中國移民過來 是漢人 現在有一個醫生出來 把漢人這句話給你吐槽 就是長庚 馬街醫院 有一個 叫做林瑪麗醫師 林瑪麗醫師都在我們檢查 各位 他已經驗了三萬的人的血液 他發現 根本沒有漢人這個東西 沒有漢人啊 現在跟他想一想 中國事實上已經消滅過好幾次了 例如元朝 元朝是什麼人 成吉思漢 元太祖蒙古 蒙古人啊 蒙古人跟你漢人什麼關係 蒙古人很殘忍喔 我告訴你喔 那個時候整個的 中國人是兩億 他殺掉一億 你簡直很難想像 兩億殺掉一億 所以那個漢人已經死差不多了啦 後來又誰 清朝 清朝也不是漢人啊 清朝只有幾百萬人 統治了幾億的中國人 所以事實上中國老早就已經滅亡了 中國過去統治中國人都是由北方過來的 因為南方喔 天氣熱 氣候好 氣溫也很好 種什麼東西生什麼東西很簡單 北方是冷得要命 我不知道你不要去東北嗎 事實上我去看過 所以東北人啊 都比較痠 比較痠 比較痠 彪悍 所以一向中國的統治者 大部分都是由北方過來 他過來是怎樣 用什麼 用殺 你不同意 我就殺到你全部死掉為止 殺到你同意 這是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這個所謂的五千年歷史也是假的 事實上只有幾年 差不多三千年 是一個殺入一個殘忍世界 的中國 可是我們所念到的書 通通都是剛好相反 那王小波 世新的教授 這邊課綱的主持人 他說漢人 遠渡台灣海銷到台灣來 各位 各位 這是騙人的 我們的祖先 絕對不是由中國來的 我隨便再講幾個例子給你聽 你自己去想就好了 你不一定說我秘書長講的 你就一定相信 你自己去查 你們家有家床有嗎 有結婚的時候有沒有 結婚的時候那個最主要的桌子 那個新娘跟新娘做的那個桌子 如果誰沒有到場不能開動 沒有 沒有 舊舊 媽媽的哥哥或者弟弟 沒有到場你不准開動 平埔族的習慣 你不准開動 你不准開動 如果媽媽過心去 要放棄 就是那個棺木 那那個 鎮子要點到去以前 誰人不夠 不准開動 沒有 這都是平埔族的習慣 啊 這麼久以來 沒人生在課本裡面 這是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家族 一向都遵循這個事情 所以你台灣人就是平埔族的 說比較別的就是這樣 你哪裡是漢人 還有 你過年的時候 媽媽都會拜拜 有沒有 拜拜的時候有拜一個地基主 在那個廚房拜地基主 什麼叫地基主 什麼叫地基主 你們黑白白了 白白還不知道什麼叫地基主 地基主就是你們家裡的土地公 台灣人過期小 台灣人個子小 平埔族的原住民 所以你看看 廚房裡的地基主 都在那裡 那裡也比較小 你從這個地方都看得出來 我們真的是平埔族的後代 而不是由中國過來 我們說唐山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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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那邊叫唐山 過台灣 有 唐山 公母 唐山母 就是說 男人來 如果來要娶母 要娶平埔族的 我們就是這樣來 所以過去說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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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剛才我們研究台灣的建政法 以後 美國嚇到 美國真的嚇到 我說 人的精英也很多 二禮拜四不去 二禮拜那時候 所有特大學畢業的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幫你抬 他給你斷層 但是現在的精英 新的精英 也差不多 從我這代都出來了 你這一代的精英 後來去研究 我們就發現 台灣民政府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可以把它改成台灣國嗎 可以嗎 不行 可以 可以跟台灣臨時政府嗎 不行 台灣共和國不行 為什麼一定要用台灣民政府 營業說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因為這建政法 建政法裡面去用 這個地區 會勞備 自己就要成立 台灣民政府 這國民黨 到台灣之後 他也有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掌上課跟你們講 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他成立了兩個 一個叫什麼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第二個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很厲害 這個兩個組織 這個兩個組織 因為台灣到今天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所以這個兩個組織還在不在 你們覺得有得到嗎 有啊 還在啊 是名叫便宜而已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在1947年6月15號 把你變成什麼 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啦 所以就要李定輝說 李定輝說 要將台灣省政府廢神 你不知道要再加嗎 好 鬧得 現在要 那個 宋廚 他這樣做生長 李定輝說 要跟他玩 你宋廚很期望 你宋廚跟李定輝簽名 這招得很厲害 李定輝就一定要廢神 老闆怎麼不廢神 可以換作洞神 美國出面了 美國的AIT出面 派人去跟李定輝說 這個裡面還有個故事 李定輝因為在那段時間 開始跟這個美國的 元氣打敗去 所以老闆啊 美國的黨員在跟我記憶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你要不要我介紹 你去跟李定輝見面 他們拒絕 NO 他不想跟李定輝見面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的衝突啊 我估計啊 很嚴重 所以李定輝 他要跟廢神 美國AIT出面跟他說 你如果廢神 我就幫你抓起來 你頂多能夠動神 動神 所以台灣省政府 在中興新村 所有的建立物 現在都在 現在還有一個台灣省政府的諮詢委員會 省議會 那些都領薪水都半領了 一個月五萬都粗養的 錢車都不用錢的 你如果去中興新村你要看看 所有的建立物 整個地方都在 為什麼要在 美國不准他動 你不能動 為什麼 以後台灣民政委要用這裡 如果他頂多 美國會讓我們交 還是讓後面的人交 他違反戰爭法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現在在不在 還是在 現在改名叫做什麼 海巡署 所以你看看 本來整個台灣都是按照 國際法在進行 問題是台灣人都不知道 真的都不知道 你說你懷疑 你手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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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只台北都搞不清楚 世界貿易組織 台灣用什麼名字參加 你知道嗎 世界貿易組織用什麼 指名用一個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有沒有 世貿啊 有沒有 為什麼用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知道嗎 會怕手 後面都不知道 穿一個穿黑衣 還不知道 黑衣是我們的借 最過頭 搞不清楚 我告訴你 理領域也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用這樣建設 理領域一次叫 會認識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你領域執政的時候 你叫蔡英文去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拿回來 說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有時還是 但是蔡英文說 是美國人叫他用的 什麼意思 英文搞不清楚 蔡英文也不知道 你研究這個人 你會知道 我知道 獨立關稅領域 先說關稅領域 關稅領域 這四字是因為 因為 建政法裡面有規定 那時候美國跟墨西哥戰爭 墨西哥的一個港口 去美軍簽領 老百姓很奇怪 老百姓說 你簽領可以 但是我要交稅金要交給誰 我是交給簽領軍的美國 還是交給民政府 墨西哥的民政府 因為被佔領地區的老百姓 要自己成立民政府 自由政府 所以這個時候 過去美國的反應 美國的最高法院創造的名詞 叫做關稅領域 所以關稅領域就是 被佔領地區的代號 叫做關稅領域 好來 金門媽祖 台灣佔領域 金門跟媽祖是中國的 他是叛逃 他是叛變 九戒九一定叛變 離開中國 所以金門跟媽祖 又是國民黨的 是中華民國的 是屬於獨立的 是屬於獨立的 兩塊地區 至於台灣跟 澎湖 是誰的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因為建政的關係 讓他分離出來 所以 台灣跟澎湖 的關稅領域 應該叫做 分離 關稅領域 金門媽祖 應該叫做獨立 關稅領域 但是因為 怕你又是中華民國的 你控制 金門媽祖 所以這四粒 加起來叫做 獨立關稅領域 就這麼簡單 你如果今天 只聽著 你如果記起來 你在外面 太早了 我沒有在騙 這都沒人敢 真的沒人敢 台灣人 莫名其妙 躲在世間 只有在生活 只有在拍拼 大家很愛賺錢 你知道嗎 也都差不多 你看 台灣人 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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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行做 要賺錢 賺錢 要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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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伊拉克美国占领 伊拉克人也没有去当美国病 没有啊 阿富汗也没有当美国 没有啊 日本琉球 美国占领也没有去当病 没有啊 为什么台湾被中华民国占领 我们去当中华民国的病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跟你说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谁轰炸台湾 我讲过啊 谁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 美国人是台湾人的什么 敌人啊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什么国 同盟国对不对 美国如果是台湾人的敌人 那中华民国也是什么 敌人啊 那我们为什么替敌人当兵 不合理耶 你就说我不当兵 会被抓去关呢 没有错啊 用武力啊 所以我们现在控告美国 里面的有一条就是这一条啊 我台湾人 为什么当中国病 台湾人的后代应该就是台湾人 怎么会变成中国人 但是因为教育的关系 小学的课本 一年级上面就写 做一个快乐的台湾人 这边另外写 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叫废话 台湾人跟中国人怎么等于 怎么等 你的学艺里面就没有中国的传统啊 所以他们那里在电视 说什么台湾人数典忘祖 台湾人的祖先是日本啦 不是中国啦 他说本来是清朝的啊 后来是因为割让给日本啊 你打败仗你本来就要把东西 好像你的祖先 从这种厨道没赔败仗 在这种厨道就好了 帮败仗行 从这种厨道给他们 过后给别人 现在就跟你接这 这种厨道你要的回来吗 当然要不回来 你不能说 那帮败用杂 杂你怎么会过后给他 所以 台湾人就是很多人就生活在矛盾之中 不懂得法理 其实你如果懂了法理以后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 开始来台湾民政府受训 我都鼓励你 你要去念法理 不是我在讲 那本新台湾论 现在已经被很多国家开始在翻译 翻译为什么 当地的文章 新台湾论最近的下册 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后会出来 你 年轻人我鼓励你 不是说我鼓励你买菜 因为那本菜 买菜不是在我的桌子 但那本菜 所参考的资料太多 都是美国国防部交给我的 那九号的那些差不多是 两个人的文件 都吃得完文的 因为我有一个好处 我很会念书 我初中 是台北的台东 你不知道台东中学 你知道吗 在我这年来 是第一二月第一季完的 小学毕业 靠到台东 三年后靠到建中 我真不幸跟马英雄同一起 大家都觉得马英雄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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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建中 建中同一起 台大 台大同一起 台大同一起 他好佛 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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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所以 根本的一派服人都嫁 你們知道嗎? 不會 怕手 你們八卦很愛聽 真是不需要研究這麼八卦 不然說給你聽 因為我都不興臨同期 我考到建中 以前的建中考上有榜單 放榜 有沒有? 榜單放榜的時候是920幾個人 可是高一的時候進去 建中間居然分成24個班 一個班50個人 24個班50個人等於多少人? 1200人 奇怪 放榜900多人 高一的時候1200人 加200幾個月就來 那個時候很笨喔 那個時候搞不懂喔 可是在班級裡面你就發現 有一部分的人啊 因為你知道喔 高中 剛開始的時候都會負上門嘛 欸 你考幾分? 我考幾分 你考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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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人都願意講 你考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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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到一部分人都不要跟你說 你考幾分 不講就算了嘛 經過一個月兩個月 同學中間喔 比較熟了 他等於跟你說 他說 我告訴你啦 我沒有考啦 蛤? 你沒有考? 啊你怎麼能夠上建中? 我保送 蛤? 保送? 我在台東在堂的時候 我就選幾名 我怎麼都不可以保送 我好像沒人保送 啊你怎麼可以保送? 我們是華僑 所以我告訴你 媽英九就是 發教中學保送的啦 所以不怪媽英九喔 講話很壞 外面說沒尊重 我講也沒尊重 我們一樣 一樣年級的 我們一三個 還有一三個 沒有級別 其中最嚴重的是縮學 四十八分不能報告 所以你要看他的縮學 那些年賣喔 他現在做 做總統喔 不怪經濟一塌糊塗 那算了就不行啊 好啦我給你建中堂啦 他老邊那張是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他用 黨部主委很大耶 利用他的惡勢力 讓馬英九升級 那六次他不敢去讀文座 你知道喔 我不是說讀文座都不好啊 我那個時候喔 二十四班裡面 這兩班的人去讀文座 升級 比較不好的人 比較不會讀書的人 那其他修學會的 都是李主 李公主 這兩班呢 有一班 十八班 都是狗子 十九班 是台灣人 的文座 他是十八班 你不相信 你如果去那邊 建宗的畢業同學 他就有名字 十八班 欸 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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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調台大耶 他調對 擔鋼啦 還給他加分 他健康 柯條擔鋼是很健康 我沒跟你騙 文座的耶 只要用一手 一隻眼睛 眼睛去討論 也不懂 那個男人 應該討論 台大才對 沒調 還加分 去台大 所以那年台大的 法律性比喻 只要一個人 沒調 中華民國的律師 名叫做 不錯 沒調 只要一個 沒調律師 看有飯堂 老闆還用中山獎學金 去哈佛討法律師 他討法律師 也是用錢 他寫一個 法律師的畢業論文 他寫什麼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 看得到幾位 他那個指導教授 因為他配準之後 那個指導教授 去給哈佛討論 那年哈佛也一個人 看不到美國律師 名叫做 不錯 馬英九的真實面目就是這樣 所以那年立孫總統的時候 我在那個台北車頭 我要坐牢就在那裡 渡到 看得到 我瘋子要過來 我就 我頭髮尾白尾去了 但是呢 旁邊一些 雜貨小孩都 雞雞雞雞雞 我說阿虎 溫到的 高年雞 對不對 雜貨的票 佔百分之七十 我告訴我 你們眼睛拿去 你們有回到馬英九請舉手 現在都沒有 他的票在哪裡 你都會發抖 我告訴你 沒有 阿不然他的票在哪裡 我說回到馬英九 你以前不懂 叫怪叫怪 那個人的那個面 那個面都 煙倒煙倒 對不對 沒有什麼 你不知道 如果真的說 你又回到馬英九 那就事好了 我告訴你 你現在知道了 你回到馬英九 好了明天再繼續 說我的時間到了